4-3解,西底第14題 求什麼呢? 求這個的 這個的不定積分 根號s平方加1分之s3次方的不定積分 那這個題目有兩種解法 你可以用4-6解的三角代換的方式來解 那你可以用IVP來解 那一般來講,這種題目呢 首先一定要想到三角代換 用三角代換可能會比較快 你會想到IVP的話不容易處理 不容易處理 那想到IVP要怎麼處理呢? 你第一個要,低溫要可積分 所以低溫可積分分母是根號s平方加1 所以分子要一個一次方的 讓積分才積得出來 所以三次方要猜成二次方跟一次方 三次方要猜成二次方跟一次方 你要做過你才知道 你看不出來,你就用三角代換來做 三角代換的那個Arctagen的形式 Index的Tenget Theta的形式來做 所以你三次方猜成二次方跟一次方 二次方跟一次方猜成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要容易積分 這個東西要容易積分 要容易積分 你不容易積分,那就記不出來 那就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這個LinU等於x平方 三次方猜兩個 低溫等於根號 x平方加1分之xdx 折,低溫等於兩個xdx 那低溫等於這個積分 低溫這個積分 那這積分容易積分 用簡單的數解法 U呢是x平方加1 那這x消掉,x消掉 x消掉,x消掉 那二分之一要記得要處理 二分之一 那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會消掉 剩下x平方加1的二分之一次方 剩下x平方加1的二分之一次方 外面做出來給它寫進來 二分之一消掉 剩下這一個 會剩下這一個 所以原式呢 就會等於u乘v u乘以v u乘以v 減掉v是這一個 vv是這一個 那du在哪裡 du在這裡 兩個xdx du呢是兩個sdx 那這也是簡單 在另外一個u呢是x平方再加1 所以一定要數解法 不然那麼多u很麻煩 所以再令u的s平方再加1 那後面的機會呢 就容易做了 會等於前面造超 前面造超 那後面呢 是令u的s平方再加1 那要處理掛戶裡面的答案數 2s 一定要處理掛戶裡面的答案數 那2s跟2s消掉 2s跟2s消掉 那u的二分之一次方 du u的n次方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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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等於 n加1 u的n加1 再加C 再加C 那當然n不能等於-1 n是屬於實數的 實數的 屬於實數的 OK 那後面呢 2s消掉 2分之1加2分之3 導入3分之2 減掉3分之2 背的掛戶 x平方加1的2分之3 次方再加C 再加C 後面的機分給他擠出來 那可不可以提出供應式 這題目還可以再提出供應式 這題目應該還可以再提出 把2分之1次方 提到外面去 可以把2分之1次方 提到外面去 那不提也可以 寫這個樣也可以 那最後面呢 也寫個答案 這個的補定機會呢 會等於這一個 這題目呢 當然還可以再濃縮 把s平方加1 把它提出去 可能會比 把根號s平方加1 提出去 會比較好一點 會比較好一點 我們可以提提看 這東西呢 你把這個根號 把這個根號s平方再加1 把它全部根號提出去 那後面呢 剩下s平方 減掉3分之2倍的 提出2分之1 還有1倍s平方 再加1 再加1 再加一個C 再把3分之1提出去 3分之1提出去 那這邊呢 會有3倍 那這邊呢 是剩下2倍 那答案會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這答案呢 會等於3分之1倍的 s平方 再加1 這2分之1 那後面還有多少 這3s平方 減掉2s平方 還有s平方 還有s平方 後來是減掉2 減掉2 減過去減掉2 再加C 這答案呢 會比較簡單一點 但不整理也可以啦 不會要求那麼嚴 這是我們四字三解的 集體第十四題